大家好, 今天有一宗关于英国的消息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一个机场的问题 就是百明汉机场 在听下去之前, 麻烦大家按一下订阅键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有听过我的影片, 但没有订阅 居首之楼, 麻烦你们按一下键 如果有时间, 看看广告 同时, 屠夫有一个Patreon 的户口 是写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趣的历史和故事 所有资料都来自英文媒体、媒介 经翻译, 由屠夫用中文写成 有兴趣的东西去看看 有可能成为屠夫的付费会员 谢谢 这个百明汉机场是英国所属的繁忙机场 是一个很主要的机场 屠夫和屠夫人今年年头和去年的年底 亦都使用过 我们两次回到香港 都是经这个机场乘搭飞机回香港 但是很幸运 两次的经验都不是太差 都很顺利 但是这个机场出名是有问题的 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很多旅客都投诉 这些机场的安全检查的速度很慢 即是说 是会阻碍到一些乘客 是会登机的 甚至乎有些乘客 是走了班机的 这个情况在今天6月6日 又再次发生 很多旅客发现 在一个机场外面 已经大排长龙了 那些人排在哪里? 原来这些人排队 是进入安全检查区域的 其实这些情况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记得在5月 大约是復活节 即是说 如果有一个很繁忙的时间 例如一些 bank holiday 或者一些长假期 这些情况 是必然出现的 我记得在復活节也发生过 令到很多家庭 其他人和子女 一家大约旅行 竟然那个假期 是炮了汤的 即是他们做了一班机 同时 也都订不到 或者买不到机票 在短期内 是去回目的地 所以整个假期是没有了的 不是一单半单 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百明汉机场 真是恶名超胀 如果大家 是要使用这个机场 是要认真超心的 那为什么会交到这么大锅呢? 原来百明汉机场 和其他机场一样 都是要在安全区域里 装置一些新的安检器材 一种叫立体掃描的器材 希望能够加快 安检的速度 我们上次去使用这个机场 都发觉是围绕板的 是做了很大的工程 托乃 或者我们那时候 不是说 搬机一起起飞 或者不是一个旺季 所以我们都OK的 是很正常的 譬如你 两个小时之前 航空公司就会查询的了 那我们只不过 使用了 不会超过九个字时间 也挺快的 就可以安检完之后 去到登机桥 等候登机了 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 竟然那些乘客 要在户外去排队 根据这个机场当局所说 为什么要安排他们在外面等 就是因为人太多 而且外面没有月落 避免这些人 塞在机场建筑物里面 影响其他乘客 所以安排所有进入 安检区域的人 在外面排队 那为什么这个机场 就是要进行这个工程 其实是要配合 就是这个政府当局 就是所有机场 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 就要装好这些机器 那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以前 如果你是要带 就是Liquid 就是这个液体相机 只可以带100毫升 还要放些胶袋 很麻烦 但是如果你装了这个机器 你就可以带2公升 最多不用在行李 就是手提行李拿出来 就可以放在里面 过这个机器 就可以带2公升 所以很多那些乘客 就以为 已经是可以实行 就是可以带2公升 那因为那个机场 他们已经成功安装了 这些设施 也是在使用当中 很多乘客以为 他大量攻 谁知道原来 这个机场当局 就说 在现阶段 并未实行 虽然有这部机器正在用 新的规矩 要另行通告才执行 所以搞到很多乘客 都非常愤怒 可能令到大失人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 现在我就拧架过了 我记得是 你上去那个安检区域 只能借电梯 我记得好像 不知只有几部电梯 三部还是几部电梯 在电梯前面等 其实我是想过 找楼梯上 我是没有办法找到楼梯上 但是 传媒记者就问 机场当局 他说很多乘客投诉 找不到楼梯上去的安检区域 对不对 只有电梯 这么多人 怎能消化得及 但是 机场发言说 肯定有楼梯上去 但老实说 我真的找不到 如果有的话 麻烦机场当局 派些什么礼貌大事 带你乘客上去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以今天为例 很多乘客的经验 或者说出来的情况 就是 最少最少 这条路牌 一个半小时 才去到安检区域 所以有朋友 如果你在将来 或者短期内 或者是在一些 非常繁忙的时间 使用这个百万向的机场 你要注意 你就算多早 去到机场也好 因为 那个楼面 未开 未check-in 通常航空公司 会在两个多小时之前 才开柜位check-in 即是说 你距离那班机 起飞的时间 最多都是两个多小时 但是 如果你排队 排了一个多小时 的话 恐怕真的会走到飞机 因为这些时间 你控制不了 人太多 太多人去share 或是几台车上去 成为一个瓶颈的地带 的话 你真的站在那里 除了是干朝急 或者是哭之外 你是没有事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如无必要 真的不要用这个百万向的机场 尤其是在一些高峰期 很远远的时间 真的不要用 否则你真的站在那里 就看二架飞机飞走 根据这个机场东北说 因为它的工程仍然在进行中 并未全部完成 纵使它们全部完成 也好 如果它们不改善 进入这个 叫做安检区域的方法 或者是增加多些 渠道能够进入去的话 问题始终都解决不了 你想想 这么多人 只是靠那几台车 是吧 而它说有楼梯 但是很难找得到 我真的找不到 无论这个新的安检机 这个机器 是几快让乘客过去也好 你这么难 这么少途径 进入到国安检区 始终都会有一大群人 塞在机场外面 或者机场里面 等到国安检区 这个是一个死结 所以我希望 这个百明汉机场 真的要改善一下 很多乘客投诉 这个百明汉机场 它们觉得是一个 第三世界的机场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可能我们很幸远 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滞 但是我们也是觉得 这个机场的设施 尤其是在那个 叫做Departure的大堂 即是你进入去 安检区的大堂 是很舊 很窄 很暗 很黑的 而且你进入去 安检区 只有几台车 确实实实是不能接受的 希望 订了机票 在不够将来 会在你的机场出发的朋友 就要注意 当你们 一 check in 了 最好早点去 check in 早点去排队 霸凌头位 是吧 接着就是一 check in 然后就立即 飞泊出去 排队进入去 安检区 就不能在外面瞎瞎瞎瞎了 否则 如果走走一班飞机 今天真的哭也无谓了 麻烦大家subscribe,like,comment,share 按下个小铃铛 有可能的 看完广告吧 谢谢